各位朋友大家好,歡迎大家來到靚靚班長的頻道 我之前的影片已經跟大家說了,今天1月14日是不能看《中年號聲音2》的 要等到下星期日,1月21日才有看 為了令自己不要那麼悶,我做了一個投票 大家如果去我的Facebook群組,中年號聲音2,收到海選通知了,超興奮,就會找到這個投票 為何我不在Youtube做這個投票呢?因為在Youtube社群只能有5個選項 但在Facebook可以有15個選項或更多都可以,當然Facebook投票比較方便 我的投票就是這樣說的,我們群組有三千多名組員,現設民間中年號聲音2的組員投票 由組員投10強,請大家投10強,一定要投10票,不多不少 看看大家最喜歡哪10位參賽者成為10強 在這個投票,我已經列出了15強的名字 我還寫了兩個留言,請大家一定要投10票,不要只投幾票便走 若投票的票數不是10的倍數,這投票便失去意義 這投票會於48小時後,即1月15日,星期一的下午2點多結束,請大家踴躍投票 這個投票只會舉行48小時,直到現在已經過了14小時了 總共有612票,即是說有些不生性的人,都只是投幾票,可能只是投自己喜歡的幾個 所以是沒有投10票的 這樣我也沒辦法了,但這個投票都只是給大家玩一下 因為只要你有Facebook戶口,你可能有幾個Facebook戶口 你可以重複投幾票給你自己喜歡的參賽者,所以結果並不準確 只是想給大家玩一下,投票給自己喜歡的參賽者 我跟大家報一下,投票開始了14小時後,大家的投票結果 黃月9票,黃建民57票,林若瑩12票,劉威黃51票 顏米高57票,譚輝志61票,陳善廷40票,沈忠賢48票,安那希55票,古卓文55票,陳燕娜5票,梁浩賢19票,陳如飛34票, 鄭志浩47票,劉河62票 大家看這個圖表應該都看到了,有幾位參賽者的票數是很近的 如果大家是未投票的,歡迎大家去我Facebook投票 我這個群組很容易找的 我現在準備睡覺,等我睡醒後再跟大家看一看這個投票結果 多謝大家收看,我們下條片再見,拜拜!